无论你是什么年纪 什么性别 什么背景 都可以透过圣经的话语生命更新 继一年读新药灵修之后 邀请你一起立志 和35位目者用三年时间 每日用圣经的旧药灵修读经 让生命往下扎根 向上结果 一起实践旧药的教导 令人生活得更有智慧 摩西感受到这帮以色列人非常之背影 因为在拜金牛毒的事件 在他比拉、马萨、基博、罗哈塔亚 他们都不断犯罪、背影神 摩西并无心灰而难 他反而第二次上山 四十周夜 不吃不喝地来呼求神的赦免 这个表达着摩西专心来求神 求神赦免 但是以色列人的不断的背影 是成为一个很大的对比 我们俩读经文之先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亲爱的天父 我们看到摩西的的确是一个熟灵的典范 他那种目者的心肠 是没有来到因为以色列人的不断犯罪 心灰而难 反而他上山 专心四十周夜 不吃不喝地 来呼求神的赦免 这帮百姓的罪 结果神随听摩西的祷告 以色列人获得赦免 求主帮助我们都能够学校摩西的榜养 常常为得罪你的人来祷告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言之祈求 阿们 生命记第九章 你们在他比拉 马萨 基伯罗 哈他瓦 又惹耶和华烦怒 耶和华叫你们离开加低斯巴尼亚 说 你们上去得我所赐给你们的地 那时你们违背了耶和华 你们上帝的指示 不信服他 不听从他的话 自从我认识你们的日子以来 你们尚尚背役耶和华 我因耶和华说要除灭你们 你们就在耶和华面前 苦福四十就夜 像我以前苦福一样 我向耶和华祈祷 说 主耶和华 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 你的产业 他们使你用大能救赎 用你强有力的手 从埃及领出来的 求你纪念你的仆人阿伯拉罕 以撒 雅各 不看这百姓的还梗 邪恶 罪显 免得你令我们出来的那地 知人说 耶和华因为不能将这百姓领进 他所应许之地 又因恨他们 所以令他们出去 要在旷野杀他们 其实他们是你的百姓 你的产业 是你用大能和伸出的 磅被领出来的 第十章 摩西重新接受戒命 那时 耶和华对我说 你要作出两块石板 和先前的一样 我手里拿着这两块石板 上山到我借里来 你也要做一个木柜 我要把你先前摔碎的板上 所写的字 写在这板上 你要把这板放在柜里 于是我用金盒寬木 做了一个柜子 又作出两块石板 和先前的一样 我手里拿着这两块板上山 耶和华将那大会之日 在山上从火中 所吩咐你们的十条戒命 照先前所写的 写在这板上 耶和华把他们交给我 我转身下山 将这板放在我所做的围里 现今这板还在那里 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我的 以色列人从比罗比利 阿干起行 来到摩西拉 阿伦死在那里 就葬在那里 他的儿子以利阿撒 接触他担任祭司的职份 他们从那里起行 来到谷歌大 又从谷歌大来到若巴他 有溪水之地 那时耶和华将 尼未知派分别出来 抬耶和华的约柜 有事立在耶和华面前 侍奉他 奉他的名祝福 直到今日 因此 尼未没有像他的弟兄有产业 耶和华是他的产业 正如耶和华 你上帝所应许他的 我又像先前一样 在山上停留了四十昼夜 这一次 耶和华也应问我 不将你灭绝 耶和华对我说 起来 走在百姓前面 令他们尽去得我向他们列祖起誓 要给他们的地 在经文的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摩西集备这帮百姓常常会议 经过拜金牛读的事件 摩西跟我们说 你等哈比拉 马萨 基伯罗哈他亚 经常都得罪我 在四十年里面 摩西语众深长地说一句说话 自从我认识你到今天 你们常常背逆顶藏神 在经文的二十五到二十九节 摩西讲自己是做一次四十周夜 来到为以色列的百姓祷告 上一次四十周夜的祈祷 是他寻求神的心意 今次四十周夜的祈祷 他是为百姓的罪求神赏灭 摩西四十周夜不吃不喝地祈祷 就是他专心来呼求 希望神赏灭这帮以色列百姓的罪过 在经文的十章第一到十一节 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是讲到神吩咐摩西再做一块法马 好似第一次四十周夜上山 神用指头亲子写那块法马一样 为何神要摩西再做一次呢 是祂希望和那帮百姓 再一次复和的关系 表达神已经遥述了他们 希望这帮百姓再一次遵守神的话语 在经文的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摩西责备了地 不单止他们是拜金牟毒 并且他们的马撒他比拉 基伯罗哈塔亚都是犯罪得罪神 摩西对了一半语就是说 他们常常来到贝易神 今天我们信了耶稣的人 有没有常常贝易神呢 有很多人说我们怎么知道你的基督徒 除了我们口里面说我们基督徒之外 我们要用我们的行为 印证着我们是属主的人 这个是真真正正基督徒的确据 求主帮助我们 从摩西的身上 我们看见一个美好的属灵榜样 这帮以色列人虽然常常贝易神 但摩西仍然用四十周夜不吃不喝 专心来求神赦免他们的罪 因此一个祷告的生命是很重要 历史上初期教会 有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叫奥古斯定 他少年时代非常放纵 但有一个敬虑的母亲叫Monica 她经常为这个儿子祈祷 结果这个儿子很大的改变 虽然她母亲已经离开世界 但是神终于成就她母亲的祷告 神始终都是爱这帮以色列的民 神叫摩西再去做一块法版 写上她对以色列人的期望 希望他们能够遵守 其实这个就是神亲自主动的复和的关系 在今天里面 我们虽然很多次得罪了神 只要我们回到神的面前 今生悔改 离开那些罪行 神必定会宽恕 必定会接纳我们 必定会接纳我们 像我以前苦服一样 生命记 九章二十五节 不想再来 我以前也已经想到神社 也不想再来 不想再来 我以前想到神社 我以前想到神社 感谢观看